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嚴 沒錯 考駕照會變得越來越難 因為什麼呢 交通部 今年不斷地在修正這個 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規則 所以今年五月開始怎麼樣 強制要做道路的入考 因為以前考駕照什麼 就比試跟廠內的入考而已 但現在沒有 現在是五月開始要求 你要真槍實彈 你就是到道路上面 直接去執行入考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有可能從九月開始 又要有新的規定 什麼要新的規定 你那個要考 比如說在考變換車道的時候 以前是轉換或變換車道的時候 你每一打方向燈 是扣16分 扣16分你還不會出局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在考的及格標準是70分 所以一扣32分你一定出局 好 這個項目 你如果沒有打方向燈 以前只要扣16分 現在是怎麼樣 直接扣32分你直接出局 那就謝謝再聯絡了 對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之前要考什麼 考兩段式的開門 很多考生怎麼樣 通過路考完之後 很帥氣的車門一打開就走了 好 現在不行 兩段式是怎麼樣 兩段式就是說 你車門要先開個10到15公分 看看後方有沒有人 有沒有來車 然後你還能夠再做第二段把門打開 這個動作 如果你現在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以前是扣8分 現在也是怎麼樣 直接扣32分直接出局 謝謝再聯絡 這個動作好重要 沒錯 駭盪後面的機車騎士多慘 對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還要求說 你要去檢查你的車底 而且你在開車之前要怎麼樣 先檢查你的儀錶板 這個動作如果沒有做 你也是直接out出局 我幹嘛看我的車底 又要確認你的車子的狀況 如果有狀況的話 你才能及時發現 那這幾個項目 得怎樣 你只要都沒有通過 或是沒有做相關的標準動作的話 你就直接出局 所以你會看到 搞到後來變成 考個這個駕照而已 好像威龍闖天關一樣的難 對 沒有錯 最關鍵的是 五月份開始到現在 對 那種強制入考 教練也得陪著你去道路駕訓一下 對 沒錯 這個過程當中 兩個月就很精彩 對 沒錯 這個強制道路入考這件事情 本來是希望什麼 可以減少這種馬路三寶 可是現在問題是什麼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事故是怎麼樣 有些事故是因為道路入考所引起的 比如說像這個 在今年六月十一號的時候 發生在新北市的一個狀況 一個王姓的女子怎麼樣 在駕訓班上課 然後由這個教練陪同看 直接去進行所謂的道路實地的演練 那直接去開車 去開車開到土城 金城路二端這個地方 準備要右轉的時候 對 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女子也不過才問教練說 再來教練我要怎麼開 話都還沒有講完 就直接撞到什麼 撞到一個機車的女騎士 我的天啊 這個是還黏尾出塞 你是無罩的情況 對 而且那機車女騎士 還被撞到鎖骨斷裂 那這事情呢 就是由這個駕訓班 怎麼樣介入協調 怎麼樣賠償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只有這一起 在屏東也發生另外一起 屏東這一起是怎麼樣呢 這一起就是說 這個考生怎麼樣 他要考駕照 對不對 然後他車在往前開 往前開的時候 紅綠燈的變換要從什麼 從綠燈要轉成黃燈 然後要變成紅燈對不對 就在這一瞬間 後方黑色的車子怎麼樣 他本來以為前面這台車子 要考照這個車子 應該會加速通過 結果沒有想到什麼 人家考生非常遵守規矩的 怎麼樣 減速然後停了下來 結果後方這台車子 遇到錯誤 所以他就碰 就直接撞上了這台車 那就是你後面 因保持距離 沒錯 警方也認為說 這是後面沒有保持安全區的問題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什麼呢 這些都是因為 道路路考上路的關係 所發生的事故 所以看到這個從屏東 新北 今天我們為大家邀請到 是資深的 駕訓的敏教練 歡迎教練來 你是不是這兩個月 也有夠忙的 曾經帶著你的 三保學員們上路 渡過那一段 是什麼樣的一個精魂祭 對 因為我們在駕訓班教學 那一定就是為了要配合 所有的道路實測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帶學員出去 道路駕駛的次數會比較多 對 對 那為了讓減輕他們的一些緊張程度 讓就是考試能夠順利過關 所以我們自然會帶他到一般的 像郊區跟山路 但是一般其實市區 郊區是還好 最重要的是山路很危險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帶學員去開山路 那因為開山路 事實上對那個學員 就是一個臨場反應會比較充分 能夠去掌控那個車桿 那因為學員就是卡帶太緊張了 然後對向有來車 那他一緊張啊 就轉太多了 轉太多 然後一緊張他又會踩油門 就衝到對上去了 對 差點傷狀 那我就趕快把他拉過來 我拉一下他又 馬上又向右 那旁邊是那個就是 護欄 護欄 差點掉到山溝 那他整個嚇到整個臉色發白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是為了要去練手感 結果反而被你帶到一個 你自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然後你還說這個學員 他年紀也有一些了 然後聽說考好幾次了是不是 考了兩次要 這次算是第三次要考試 就是之前已經有在別的教訓班學過 那因為就是一直很緊張 所以幾乎是放棄了考試的這個任務 9月會更難 大家還有心理準備 請問要告訴我們 核包要更扁 你要噴更多小朋友 比如說教訓班的學費又要再變貴 為什麼要變貴 據想想想看 道路路考 要不要特別在開課程 要開課程 時數要增加 好 那你這個開車上路 油資要不要增加 要增加 然後人上路了要不要保險 要保險 所以幾個都要的情況之下 那駕訓班業者就告訴你什麼 我們要漲價 所以漲的幅度可能是多少 有人說會漲一千塊 有人說要漲三千塊 這個學費有可能是介於 大概九千到一萬六之間 影響大概是每年三十二萬的考生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網路上當然就很多反彈 為什麼反彈 有人說我遇到的駕訓班的經驗 沒有很好 你們又漲這麼貴 看起來顯然不合理 那過去為什麼要執行這個道路路考 要把它從廠內變成到道路上 就是因為每次都在廠內 你知道以前教練 只要教好你口訣 你場面要過關 這樣就變得很容易 我們都是這樣被交出來 教練也很辛苦 很嚴 後面看到是三角錐 打兩圈半 回半圈 記熟了你當天 因為還在同樣的場地 你就過關了 重點是教練為什麼要教這樣 編這樣的口訣 教這些考生好過關 其實也是為什麼 要幫教練自己充薪水 充獎金 怎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這些駕訓班的教練 有人透露什麼 透露說他除了底薪之外 還有什麼 會根據這個學生考照的成功率 來決定他的獎金 比如說什麼 如果你這一班的考生 全部都考過來 每一個考生一個人頭 再加給你400塊的獎金 如果通過率是9成90%的話 每一個人頭再加給你300塊獎金 如果是80%的話 是200塊獎金 你就問一個問題 通過率如果是60%的話 請問獎金是多少錢 答案是一毛錢都沒有 想方設法都要讓這班學生 趕快鯉魚躍龍門 他變成了超級王牌名師 就可以抽比較多的獎金 沒有錯 那這些教練 本身就怎麼樣 當然他就有所謂的業績壓力的存在 可是問題是什麼 還是有少數的 這個好像品質不太好的教練的狀況 怎麼說呢 你看看這個C先生的案例 這個C先生怎麼樣 他就想要去學開車對不對 要去考駕照 然後他的朋友介紹給他 一位W教練 他想說W教練應該不錯吧 對不對 所以C先生就到這個教訓班 報名早上的W教練 結果沒想到第一次見面 本來想說什麼 他應該會好好教他 教C先生對不對 沒有想到 教了30分鐘的開車基本常識之後 就教C先生自己看 接下去的30分鐘 他都在滑自己的手機 完全沒有理C先生 我繳錢來跟你學開車的 所以C先生就覺得 這好像怪怪的 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這怎麼樣 沒想到教練 時間更短 教練只陪了他10分鐘而已 後面就全部放牛吃嫂 讓C先生自己去練 所以我們必須要強調 這個C先生老實講 他是我們的同事 是我們電視台的同事 他說已經這樣就拍我們了 我們必須強調 教練不是每一個都這麼爛 是真的遇到了一個混中之混的教練 然後第三次 這次教練終於全程陪到底 因為什麼意思 要開那個手排的車 要開手排的車 因為手排車也沒有這麼多台 所以有其他的學生跟他一起來 為什麼教練全程陪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後面兩個陪的學生 C先生以外 另外兩個學生是什麼 是女生 然後教練全程都在跟他們兩個聊天 誰叫你不是妹 所以這個東西 現場大朋友 咪咪咪球 有啦 我去開車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對 然後當C先生 第四賽去的時候 遇到什麼狀況呢 因為他要學的是手排 對不對 教練竟然跟他說 現在沒有手排車給你看 你自己去開自排好了 可是問題是什麼 他在考照耶 有很多的程序怎樣呢 手排車沒有學就是不會 C先生說呢 他自己還是問了其他的同學之後 才學會怎麼開那個手排車 所以他就講嘛 拿這樣的學費 然後這個教練又沒有認真交 你覺得他的漲價合理嗎 不然呢 我就會問一句話 要不然呢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講 這個其實是學開車的一個 潛規則也行啦 小玉來跟我們說說看 更多的潛規則是什麼 我一個朋友她是女生 那她其實技術真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她在練的時候 真的很認真練 但是技術還是不好 等到終於要考試那一天 她還緊張到睡不著那一種 結果考試那天 當天她想要等的時候 等到半天 她的這個教練 突然大叫她的名字 趕快過去 為什麼 為什麼 趕快過去主考官那邊 因為現在剛好沒人 而且重點是 那個主考官比較好過 所以你趕快過去 給他當你的監考官 幫他打pass就對了 對 要不然別的 你可能過不了 果然 他犯了很多錯 那主考官就 整一隻眼 閉一隻眼 他就過了 有這種 所以我真希望你的朋友 後來這個手感有精進 要不然另外一個三寶 我們有個環路了 再來我們就有請 林教練來到我們台前來 跟我們特別要來講一下 我剛剛說好像威龍闖天官一班 越來越拍扣 教練來告訴我們一下 是不是這麼辛苦 你們也辛苦陪著學員 學員也跟著去道路駕駛 路考 可是我們為的是 讓大家道路更安全 但是你為什麼說 這是做半套的 因為就是問題出在 考照制度的那個八關 對 那因為我們就是 為了要讓學員考過駕照 那其實唯一的方法就是用 口訣 對記號 對 好 我們現場就請教練 來給我們示範一下 好 我們考照制度 就是第一關這樣子 然後對記號 對 對到記號 方向門打到底 對 OK 好 這樣進來了 是 那這一關就完成了 就通過考驗了 沒錯 那實際上會發生危險的 關鍵極有兩個 哪兩個 一個一定要有速度 速度越快越危險 然後就是你的轉彎 迴轉半徑越小越危險 因為它的 你的慣性跟你的釐清力 你的車速越快 讓你撞擊的 傷害的越大 關鍵字跳出來了 一個是暴衝 一個是雨天打滑 現在時不時就給你一個 午後雷震雨 有沒有 那種雨天打滑 非常可怕 來 我們看這段畫面 教練說說看 這個開車的是你 你怎麼跑去這個 好像賽車場的地方 這在做什麼實驗 因為一般叫星班 叫你星班 九月就慢 那實際上問題不是這個 所以我知道說 賽車場其實是最危險的 我必須在賽車場當中去研發 汽車打滑失控 你要怎麼去應變 你要怎麼處理 才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 陷陷危險當中 那你化險為一全身為退 這一段畫面是你故意去 雨天打滑 看它能夠滑到一個什麼程度 後來翻車了 還好 人平安 文件導播給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畫面 你剛剛講到的速度感 對不對 我們就來看看爆衝 那個花蘭全島 也是非常可怕的畫面 好 你來看看這段畫面 再怎麼回事 這個是我們也是在比賽當中 我去研發這樣的一個模擬 就是爆衝的時候 然後那個油門線卡住了 我就朝一堆人撞過去 那在千金一把之際 我趕快做一個臨危反應 就是採流器排空檔 其實就能夠把那個危險 給化解掉了 所以你看再加速 你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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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聲音 最後開始衝刺 往人群衝刺的時候 就冒出了一團 一團白煙 國際版 難還有更難 還有主考官會幫你沖湯 對 新加坡 你在入考的時候 考官跟你聊天 你不要太得意 談太多的時候 直接澳主 你開車怎麼可以分心 但是你跟我聊的是什麼道理 但是你沒守規則 還有全世界最難考是英國 英國怎麼樣 大概第一次可以過關的 不到50% 有一個男子叫華伊特 從17歲一直考多少 考25年 考了33次 這33次當中 上了85次的課程 換了14個教練 終於考到了 但是他花出多少的代價 告訴大家 1萬英鎊 就相當於台幣38萬 所以你看到英國 他可以考一輩子的青春 只為了一張駕照 那是別考了吧 到Uber不成了嗎 俊強 還有德國 你假如一生只能考5次 你假如連考3次 沒有過的話 先送去做自力測驗 不行 你不夠充滿是吧 你沒有通過自力測驗的話 後面那兩次也不要考了 瑞士的話還怎麼樣 你考試 除了要救護的課程以外 還要上一個課 氣候感覺 下學的時候要怎麼樣應變 或者根本沒辦法考 還有到澳洲的 你應該要去做 甚麼簽 呢 我可以說 那些課程 那些課程 我會說 你不夠充滿 那些課程 你不夠充滿